充满灵魂和情感的歌声极具标志性 时隔12年 由黑名单工作室 吸手歌手林广才 以及四位乐手 小Alan 杜军辉 郑杰任 张维龙 用专辑扶声录广才与老乐手 将排完足与与新兰调巧妙的融合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对话 而令人惊讶的是 专辑中的歌声 全都是透过即兴的方式进行创作 在联团室中 先将歌曲题目定出 乐手即兴演奏 歌手即兴演唱 不断反复着 这样的创作方式 急剧挑战乐手和歌手的经验与精神 有的歌 可能我会有一个想法 我就说我们做什么样的进行 他们就会质疑 因为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就尝试看看 就跟那个鼓手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节奏 他就下去了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对 就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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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想办法 想那个全力 想好之后我们就会帮他整理 然后他开始填词 这是第一次的尝试 就是一个题目给我 然后我尽量尽情地发挥 那首先就是说这些老师对我有很多的包容 毕竟没有谱 没有词 那个都说我要凭空去想象这些东西 就是我生命的经验跟累积起来的 在部落烤肉的景象谈恋爱的心境 探讨土地及自由的议题 还有思念母亲骑着电动车独自上交会的背影 林广才用最直白的歌词述说自己的生命经验 虽然有歌曲的长度超过八分半 却听起来一点也不无聊 我唱妈妈这首歌的时候 完全就是当时的情景 我只是把故事用歌曲还原而已 那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不能够自己 这首歌是我最后录好的 因为真的会哭 会想到我们就不在了嘛 有时候很恨自己 说干嘛要把这首歌跳出来 我虽然长期的做音乐的工作 可是我大部分都是做流行音乐 很缺这个就是部落的这个曲调 参与这次的这个原创的专辑之后呢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 原来我们这个部落的音乐 可以变得很国际化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曲风是 很特别的 我会很珍惜这次的这个 创作的这个 所有的那个经历 知名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曾说过 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 而这后十一年制作的专辑 林广才又再度用歌声 感动金曲奖的评审 入围今年的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 音乐它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是真心希望就是说 原住民的族人 尤其是年轻人 能够更自由的去想象 自由的去发挥 去创造援助民主的那种歌曲 原住民的族人 原住民的族人 巴东游民台语师采访报导 去 在哪里 编绑 愚